以前在赵云峰的时候 都是苍玄哥哥陪着我 若是苍玄哥哥现在不陪我的话 那我也不想去了 不是舅舅拦阻 父王并没有召见苍玄 舅舅也不能违背一旨 善作主张 若是外祖父责怪下来 自然有我担着 五王七王不用担心 苍玄哥哥真的不能陪我一起吗 请王极见谅 既然西言不欢迎我 白驾 立即返回号邻 王极 我可胡闹 我胡闹 有哪个疯子 被万里迢迢跑到这儿里来胡闹 我的母亲 为了西言百姓战死 我不远万里 前来拜祭我的母亲 我诚心诚意地来叩见外祖父 我只是想要从小 跟我熟知的哥哥陪我一起 我就变成胡闹了 你们西言士兵对我动刀动枪 阻我进城 我想请全天下的百姓评评领 到底是我胡闹 还是你们西言无礼 大庭广众之下 王军如此大呼啸叫 成何体统 我只是声音大一点 就不成体统了 那你们对我动刀动枪 是不是完全没有体统 王军误会了 绝无人敢阻止王军进城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这款拍片 是外婆亲手书写的 爹 娘 奶奶 姑姑 我和小妖回来了 让你们久等了 小妖回来了 娘 姑姑 快看 这是我今日摘的凤凰花 你闻闻 好香啊 阿婆 阿婆 我今日摘的凤凰花蜜可甜了 小妖 小妖 孙儿回来了 外孙女回来了 小妖 都过来吧 你长得不像你娘 不过你这脸型和嘴巴 倒是真像你外祖母 简直和我遇见她时 一模一样 我没有见过外婆年轻的时候 不过在我印象当中 她一直都是白发苍苍 形容枯稿 不像别的身族女子 一直用灵力维持 年轻交好的容颜 你外祖母 也曾和你一般年轻过 美貌才华明晚大慌 有很多好儿郎 都想求娶她 你想说 你外婆嫁错了人 外爷真从容 你这是夸我 还是在骂我 我还以为 你被号令的风流移泥 消磨得已经忘记了 怎么回来 孙儿让爷爷就等了 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想好了再说 我要听真话 我想要西岩山 还有一个原因 说出来爷爷可能不相信 孙儿想爷爷了 你的两个王叔还有几个弟弟都想要西岩山 你若想要自己想办法 我不会帮你 就如这 为赵英风的路 只有你走到我的面前 我才会见你 是 不要怪我心狠 你若不凭借自己的本事拿到 即使给了你 你也守不住 孙儿明白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住的地方 娘 快来看 这是娘跟叔母给你们做的鞦韆 试试 是 来 晓悠 上来 慢点 我来推你 好玩吗 好玩 喜欢吗 喜欢 秋剑没了 至少这个还和以前一样 至少我们都在 这些东西都是女人带给男人看的 如果我戴上它 即便男人看我 我又怎么知道 它是在看我 还是这些璀璨耀眼的宝石呢 如果我误会了人家的心意 反而还搭上了自己的真心 岂不是因小失大 没想到当年外婆 竟然愿意如此装扮自己 看来外婆是真的喜欢过外爷 怎可善意长辈 我说话直说 外爷若是不喜欢听 就当没听到 反正 你们装容作哑的本事 都是一流的 你竟然是这么个性子 心性朗情 和你娘外婆截然不同了 像他们有什么好的 不过是苦了自己 便宜了男人 我这辈子吃的苦已经够多了 我才不会在男人身上自讨苦吃 你身在王室 能这么想 倒是件好事啊 我烦了 你们俩回去 丧人告退 是不是和小时候的 秋千佳一模一样 你是真的想回来陪外爷吗 是啊 我以为你会怨恨他 爷爷不仅仅是我们的长辈 还是一国之军 他伤害了不少人 包括你我 但他成就了天下人 我年纪越长 越能理解爷爷的选择 他在伤害我们的同事 也在伤害他自己 好吧 我说不过你 那我以后受花多一点 不再拿花刺他了 那倒也不必 你想什么就说什么 我觉得爷爷喜欢你坦率一点 我们的祖父可不是一般人 受得起你的冤痕 哥哥 想成为西燕山的主人 就必须要像外爷那样吗 强悍 冷酷 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还不是 应该说 我现在连能不能保住昭云店都不知道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你不会不知道我一直在利用你吧 你是说 涂山景 涂山景又不是傻子 现在的局势明显利于王叔 帮我对涂山是没有丝毫的好处 是因为你 他才一再地帮我 还有风龙和新月 也是因为你对我的在意 他们在审视我时 势必会考虑你 但感觉上 我好像什么都没做 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能回到西燕山 也是因为你为了我 恢复了昊陵王姬的身份 你把我看作最重要的人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我能帮你的还是太少了 晓耀 我知道你不在乎手上染血 可我在乎 你只需站在我的身边就可以了 来 不要 你喜欢这青梅酒啊 酒瓶都喝空了 还顶着不放呢 不就喝几口酒吗 连你也啰哩啰嗦的 改天我给你做桑葳酒 肯定比这个更合你的心意 好 我要去西岩城办点事 带上你一起吧 省得你现在没事看 好啊 没想到你带我来这种地方散心 还真是别出心裁啊 谁让我有个别出心裁的妹妹呢 我还以为你把我当弟弟了呢 也好啊 你作为一个男人就是比我矮了点 客官 想听曲还是赏舞 要热闹一点还是安静一点 客官 楼上请 客官 这边请 我在这里等你 也好 你先看看歌舞 我去去就会 你要去哪儿 我 看什么呢 该回去了 你有见过向有的真容吗 没有 每次见他都戴着面具 西岩通缉追捕了他几百年 赏金榜上只有他没有画像 这么多年 难道没有人看过他的真容吗 见过他容貌的人不少 可他是九头腰 传说他有九张真容八十一个化身 见过他的人都自相矛盾 有一次绘出他的容貌 竟然和六王叔一模一样 难道我见到的向柳 也只是一个唤醒 不过也怪 他的唤醒既然连神器都识别不出真假 何必还要戴面具 反正随时随地都可以换脸 可能他跟我一样吧 只想做真实的自己 对唤唤没有兴趣 怎么突然提起向柳了 只是突然想起来了吗 你已经不是清水镇上的文小六了 是 知道了 知道了 哥哥 月亮要你去敷衍 你答应了 是啊 不能去 现如今他们才是西岩城的主人 我初来乍到的 都是端着个架子 乐道办人眼里反倒是我不知好歹 可以排斥他们 你刚到西岩城 还未站稳脚跟 正是他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在赵云峰 他们绝对没有胆子对你动手 可一旦出了这儿 就都是他们的地盘了 不应难而上 如何登临峰顶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点害怕 可是不可能啊 你在怕什么 没什么 我陪你一起去 我没意见 带上你最好的侍卫 好 秦叶殿下 宠辱不惊 自得其乐 定于江刮目相看 又赞了 只是从小到大 这样的场面见多了 可以从容应付而已 我在昊陵 常常听人提起殿下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 我也听说你与人比试 从无败己 十分敬仰 今夜语言相识 不胜荣幸 王峰是 曹雪 快点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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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混人 子儿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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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让这儿跟西河部灭族吗 此事是我一人所为 与西河部无关 我是奥陵王姬 我说要关就要关 你是奥陵王姬 居然要为了一个外人 毁灭西河部 那你呢 勾解外人刺杀藤玄 为部族人来灭族之祸 我没有和外人勾解 藤玄砍了我哥哥的头 我只能取他的头 借点哥哥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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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看你 子尼尾 丁丁! 丁丁! 父亲!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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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小阳! 别动! 让开! 我是号令王鸡! 你不敢杀我! 相信我! 相信我! 小阳让开! 别动! 让开! нуться回来! 关门! 你会真的 ODULQ ding! 你好! 报告主上 请收我这一生的风霜 不争不强 不是不忘 经不交扬 没有你的阳光 空气只留下人啊 没事了 没事了 我们都还活着 我们都还活着 小悠 以后不允许你这样了 你不可以死 来世些风雨 绝世带走我四季 你不再再好的风景 皆无力 开始汹涌来袭 后来绝尘而去 我先活着 我先活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妖 我送你回武神山吧 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为什么 我不想再遇到危险的时候 又是你挡在我身前 你想让我回武神山 好吃好喝 你留在这里等死 我没你想的那么弱 我是故意隐藏的实力 即使吃水仙不来 我也不会有什么事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 还有一个防风被 我的敌人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 日后我也会更加小心 即便是有一日我们要分开 也绝对不是现在 我失去了太多情人 绝不可以再失去你 我也失去了太多情人 绝对不能再失去你 如果你不想让我下一次 挡在你的身前 那就想办法 把所有的危险全都打败 我会竭尽全力 我会牺牲自己 我会用一切可以用的办法 只要能活着 不然 不光我们自己会心不甘 身后的他们 也会死不瞑目吧 我会死不瞑目的 如果大家看见 优势的 怎么办 你还没有 我愿意挖着 你捉着 你再 pioneer 我们再担心 这个学生 叫你 我没有 你才不忽悉 你才不忽悉 你不知道 你也不能说 崇云峰 你怎么说 这句话 你听到什么 我在哪里 你在哪里 这清明酒只剩一瓶了 王姬一直舍不得喝 奴婢是这样单放着 还是和那些空瓶一起收着 堂堂号令王姬 我哪里至于连几瓶酒的喝不上 回头我再给你药便是吧 不用了 这瓶你拿去喝吧 其他的空瓶子直接扔掉就好了 可 王姬不是最喜欢这种酒吗 这酒一放 就有了等待的味道 我在玉山已经等了七十年了 已经尝够了等待的滋味 不管再喜欢的东西 只要有了这个味道 我就不想要了 拿走吧 我酿的桑葱酒也快好了 回头让老桑拿过来 是 最近这段日子都没有收到景的消息 需不需要我写个信帮你问一下 不用了 不是你说的吗 不让自己失望的唯一方法 就是不给自己希望 你要是有担心的这功夫 不如好好地给我布置一间药房 你又要练制药物 阿念偷偷跑来吸烟了 我想着无论如何得向爷爷禀告一声 索性就带他来见爷爷了 他那个闯祸的本事 是得提前跟外爷铺垫一下 你可别小瞧了阿念 该聪明的时候他可一点都不糊涂 这会儿应该已经一口一声爷爷 亲亲热热地在和爷爷学下棋了 我去练剑了 反正他见到我也会生气 我就不去招呼他 你是在故意躲着屠山景吗 没有啊 防风贝在山下等我 我得赶紧去找他了 防风贝是出了名的浪荡子 吃喝玩的很有一套 也许和他玩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别忘了 防风是已经投靠了王叔 你去和他交往 不可以松懈大意 把自己置于显地 放心吧 我不会忘记 他拿着剑指着我们的那一幕 那就好 去吧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啊 没有啊 你刚才提到的屠山景 是不是跟他有关 我其实刚才撒谎了 我的确在生他的气 故意在躲着他 他是不是托你传话给我 想要见我 是 我现在确实需要他 你可以去和他见一面吗 不就是见一面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即便是不是为了哥哥 我迟早也会见他 我可真是个好哥哥 非但不能让自己的妹妹发脾气 还得让妹妹去和别的男人低头 我若总想着低头不低头 委屈不委屈 恐怕 早就死在九尾狐妖手里了 哥哥 这是哪里 赵云峰啊 是啊 这里是赵云峰 明白了 这地图有什么好看的 当初想来西安城 千难万难 如今想要离开西安城 也是千难万难 你是担心两个王叔不肯放人 龙中之鸟和飞鸟投林 你要是王叔你选哪个 那我自然是把你这只小小鸟 困在笼子里了 逃出笼子这事我有经验 既然无力反抗 那就势敌异弱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嗯 自毁积实 自甘堕落 自倾自贱自暴自弃 你要选哪一种啊 大爷我可不是只当过江湖郎庄 除了治疗 不孕不育 坑蒙拐骗 吃喝 赌 我样样精疼 能不能有点姑娘家的样子 不能 我的事情我自己看着办 那你呢 还是去找方峰辈 玩你的去吧 青梅酒到了 青梅酒 只论你高兴成这样 你能进去送酒来 说明他身边的麻烦都已经解决掉了 我当然高兴了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 你可别忘了 他身上可是有婚约的 好好好 那我也关心一下我的苍璇哥哥 你可别忘了 他身上可是有婚约的 你去中原的事情 你进行的怎么样了 别走啊 苍璇哥哥 我开心 还不是因为井解决了麻烦 才可以放开手脚帮你 你哪里难受吗 身体上还好 看心里 有时候演戏演太久了 我自己都分不清真假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成这样了 你会受不了离开我吗 你只需要问问自己 如果有一日我变得不堪了 你会抛弃我吗 不会 如果有一日你变成那样了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会一直守着你 让你慢慢好起来 其实你不愿意好起来 那也没什么 而我一直陪着你 所以 你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 知道了 你吃无意炼制的那些药丸 为何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是这样 我还能提前跟你配置一些解药 我询问过医师了 那些药的确会让人上瘾 也许对普通人来说很可怕 但我可以戒掉 想要让王叔 安心地将我流放到中原 必须让他们相信 必须让他们相信 我已经是个废人 不能再有所作为 那些药不仅仅会上瘾 这些药是慢性毒药 会毒害你的五脏六腑 那不是还有你吗 即便日后戒了 你的灵力也会受损 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可不是靠灵力混的 还要吃多久 除了让王叔他们相信之外 我还需要再等待一个奇迹 想什么呢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闹得这么大 真的有人行刺王叔吗 王叔府上丢了张地图 不敢让爷爷知道 所以弄了个捉拿刺客的幌子 地图 为了防备突发战事 西岩在中原 设了秘密的粮仓和兵器库 我猜是陈戎叛军 打起了粮仓和兵器库的主意 所以偷了地图 原来是这样 你帮我一个忙 你帮我调查一下防风辈 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经历 你不会是真被他勾得动了心吧 说什么呢 我就是好奇而已 你不觉得相比防风阴影来说 防风辈一点都不像防风家的人吗 行 查得到了告诉你 是吗 嗯 倒是你 我听说你把阿念气得哭着跑回了昊林 你生我的气吗 这段荒芸的日子你过得开心吗 噩梦 不是只有女人和不喜欢的男人须与伟仪才会难受 男人一样难受 说老实话 我现在恨不得被人刺上几刀 这件事情受苦的是你 你都对自己这么狠心了 我还怎么生气啊 你对逍遥淡淡依赖越来越强烈了 若是再过半年 我也没有把握 可以将你体内的单独全都清除掉 很快了 多亏了那个资格 不打成招 如今两位王叔已经彻底地相信 我是个废人 要越快越好 我不想回去了 我不喜欢那些女人 我讨厌她们身上的味道 没有人逼你回去 没有人逼你回去 从我娘自尽的那一刻起 我就不能再任性了 金萱虽然是自己人 但是另一个女人是月亮和湿然的耳末 我不能让她查出异样 虽然我没有办法 帮你把那两个女人赶走 但是我可以解救你的鼻子 让她暂时嗅不到味道 算了 我要好好记住今日的屈辱 日后若有懈怠时 可以想想当年为了活下来 我都忍受了什么 走了 litres 雨明 睡着 我没想突然 filt 人质 髅 是吗 飚 我以为很快就会回来 没想到一别三百多年 这一次又不知道多少年 才能回到张云峰来当秋千了 我会在紫禁顶种满凤凰树 然后再给你搭一个 一模一样的秋千架 好 其实我真应该 让你跟阿念一样的 离开这儿 不管是回五神山 还是去周游大荒 都比跟着我冒险强 外婆叮嘱过我们 让我们互相扶持 你忘了 互相扶持 可我只看到了你扶持我 哪有我扶持你啊 你知道什么急啊 我们神租的寿命这么漫长 你还怕以后没有机会扶持我 我的小算盘打得惊着呢 如今 要你略微地靠靠我 以后 我可打算完全靠着你了 行 那我得好好努力 争取让你依靠一辈子 嗯 自打到了中原 不然你整日闭门不出 谁也不见 想什么呢 药方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翻院医书 反复核对 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稳妥的法子 可以清除你体内的单独 不能再拖了 你好好准备一下 今晚我们就开始 现在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大麻烦 其他的都要排后 这件事情千万得秘密尽性 不能让武叔和七叔的眼线察觉 我知道 你又没达到吧 你既然这么喜欢这本书 那就让它在你的脑袋上 多待一会儿 有灵力了不起啊 我能让这本书在你的脑袋上呆一个时辰 当然了不起了 走了 幼稚 殿下说 药引发作时会神志不尽 可能会伤到王姬 正是因为神志不尽 我才要进去陪他 万一曹玄伤到自己怎么办 王姬 不如用这条龙巾捆住殿下 以免殿下误伤了王姬和自己 这个法子好 这条龙巾捆住 不用了 这世间 唯一能够捆住苍玄的绳索 是他的意志 你别走 杨总 杨总 哥哥 哥哥 杨总 藏逊 杨总 藏逊 藏逊 放开我 藏逊 大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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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瑶 我是小瑶 哥哥 再忍一忍 再忍一忍就好了 再忍一忍 哥哥 我给你唱小时候 你最喜欢听的歌好不好 我给你唱歌好不好 高高山上一根桃 借借借腾上刮铜铭 风吹 风吹腾腾腾腾腾 风吹腾腾腾腾腾腾腾 风吹腾腾腾腾腾腾�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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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到了 高高山上一根塔 街街头上挂通灵 风吹通灯通灵冬 风听腾梯 捧灵听 哥哥 别怕 哥哥 有我呢 哥哥 别怕 哥哥 别怕 哥哥 别难过 想要陪着你 就想要陪着你 有你陪着哥哥 哥哥不难过 不忘 静暮交扬 没有你的爱 你我们哪里不舒服 空气只留下人浪 万物皆无功 不忘 静暮交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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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大功告成 我好想大醉一场 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 不忘 静暮交扬 不忘 静暮交扬 你不在再美的天地 不忘 静暮交扬 这都是什么 怎么这么多酒啊 自大我们来了中原 每隔十五日景 就给你送来一箱酒 你之前说要戒酒 我就都帮你存起来了 不知不觉 我们来中原 居然已经有几个月了 这每个箱子里面都有十五瓶酒 出身景跟你之间是有什么事情 和十五有关吗 我跟他总是围绕着十五做文章 好像是在提醒你什么 之前为了给你解读不出岔子 好几个月都没有碰酒 还真是想念 你想念的是酒 还是给你送酒的人 之前一直想到你的事情 哪个都不想 而如今 哪个都有点想 曹征 酒给你送到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走了 走了 哥哥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去休息啊 这么晚了你不是也没休息吗 我跟景好久没见了 一时聊得开心忘记了时间 下次我一定早点回来 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请按照我的要求 把那条白虎尾巴编造成了灵气 这个小傀儡唯一能变化的人就是你 用这个做提神 不管是肖肖还是金轩 一时半会儿都认不出来你 拿着 不要 不行 你必须要 我知道 因为酒尾胡瑶伤害过我 所以你很介意 可更是因为这样 你要好好利用这条虎尾傀儡 哥哥 你要保护好自己 这样才能让我安心 好不好嘛 哥哥 好不好嘛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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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哥哥 加油 哥哥有话尽管吩咐 锦和你在清水镇相伴多年 我知道在你心中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可他毕竟不是叶时期 而是涂山景 四世家中青秋涂山市的未来组长 我知道 我收到消息 涂山市太夫人的身体不好 想让锦快一点回去接任涂山市的组长 锦背负着一族命运 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嗯 我知道 还有 涂山景和方峰依应有婚约 这里面有整个家族的利益 方峰市绝不会放弃和涂山市的联姻 锦想退婚 并不容易 我说这些话不是想让你难受 我是希望你不要一股脑地扎进去 我怕涂山景 我知道 知道了 我也有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 方峰辈的经历 都查清楚了 自家姐妹 办几句嘴实属正常 我若放在心上 那便受我小气了 多谢方峰小姐 好甜啊 我和小悠先回去了 日后有机会再聚 今天是风龙还有新音乐的寿臣 我们就这样突然走了 有点不好吧 反正我的名声早就坏掉了 得罪人的事多做几件 只会让两位王叔更加安心 有些烦恼是我自找的 你不必管我 晓晓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好哥哥 哥哥怎么能不管妹妹是否过得开心呢 你这说得好像你以前是个坏哥哥 不是好哥哥似的 无论如何 咱们俩至少要有一个人 过得开心吧 怎么了 没什么 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我们两个至少有一个 你呢 为什么不开心 晓晓 你觉得我选的这条路 寻求得是开心吗 从今往后 我要做一个好哥哥 照顾好你 晓晓 你欺负她干什么 又不是她讨厌 是她主人讨厌 做的什么看的我都想吃一口了 全是毒药 这什么癖 把毒药当美食做 这药房快被你整成厨房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叫人把你给绑了 喂零售吃 小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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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小鬼 景区柳组长的寿宴 回来都路上御寺了 景区怎么样了 伤势应该很严重 目前还不知道生死 我已经拜托风楼 你去哪儿 我去找景 你赶过去也见不到她 还不如等风楼回来 我不去青秋 我要去的地方就在陈柔山 你穿一件衣服 我陪你一起去 去哪儿 去哪儿 你个傻子 你想急死我啊 你来了 你怎么这么多水汽啊 你在这里站多久了 难不成从昨日 一直等到了今天 你一直没来 我就一直在等 外面那个图山景 是你的傀儡 昨日我进山后 就没出去 本来今日要去一个朋友家赴宴 可我还没见到小瑶 就让傀儡去了 你平安就好 快回去吧 你的傀儡受了重伤 青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哥哥 我想单独跟姐待会儿可以吗 那我先回去 过一会儿来接你 嗯 风龙约了你好几次 都退掉了 你希望我答应啊 他希望我帮他美颜几句 我答应了 你不会想让我嫁给风龙吧 绝没可能 你先别管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倒是好奇风龙有什么不好 涂山景有婚约 王峰被浪淡不激 风龙和他们比起来 要才干有才干 要家事有家事 周围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 为什么绝不可能 如果我说出来 你保证不会揍我 反正也不会是什么好话 行 保证不会揍你 风龙没什么不好 只不过他很像你 凡事都算计得太清楚 他想见我 并不是有多在意我 只不过他把失婚的女子 比较了一番 觉得我的条件最好 最适合做他们赤水族的夫人 因为像我 你就不要 说好不做我的 身处风龙这个位置 不可能什么都不想 只是顺着喜欢和不喜欢 虽然也是比较衡量的结果 但不见得就没有真情实义 你还真的想帮风龙啊 你到底是我哥哥还是他哥哥 我当然是你哥哥 我也没希望你嫁给风龙 只是他既然开了口 我也不能不帮他这个忙 你就算给我几分面子 和他接触一下 你如今是不是离不开风龙的帮忙 想要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我在陈荣山秘密练兵 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 私自练兵被外爷发现的话 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如今朝阴风上只剩下你和我 我还怕什么抄家灭族的 我是昊林王姬 就算这件事出来以后 外爷不会怪在我的头上 可你怎么办 我受够了没有自保力的痛苦 我要有自己的军队 哥哥 我去见风龙 好 我是需要风龙 不过风龙也离不开我 他想要的东西只有我能给 你若是真不喜欢 也不必为了我去勉强 我只是真心觉得风龙人还不错 你不妨接触接触 这世间有比涂山景更好的男人 我们再说风龙 干嘛提到涂山景 总之我答应你 我会努力把风龙看作朋友 诚信相待 这是什么的 也是事实上 要是居留人 你真是不妨 在带着 是不妨论 你还认为什么 现在都必须些人 一定恨的 好像是 这种肖炎 你太好 对了 这个她是什么 你们立刻带人去一趟旨意 把小妖带回来见我 无论如何 保住她的性命 是 殿下多虑了 王妻在旨意城 无论是两位陛下 还是陈荣师赤水侍 都没人敢招惹啊 我要去一趟旨意 殿下 殿下 王妻 小妖 王妻 小妖 小妖在里面 小妖肯定在里面 殿下 小妖 松开我 君怡 你松开我 殿下 你不能进去 我要救小妖 这是绝杀阵 小妖在皇上 阵法已经启动了 我要救小妖 你们 我们去军王剑 小妖 松开我 殿下 殿下 保护好殿下 如果半个时辰内 我们还没回来就是已死 你立即护送殿下回陈荣山 走 殿下 小妖怎么样 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王妻已经死了 不要胡言乱语 不可能 她不是好好躺着呢吗 咱们可能死了 王妻伤得太重 已经气息断绝 小妖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不可能 你治不好她 我就换别的医师治 天下之大 总有人可以治好她 秦轩 让两位陛下派最好的医师 带最好的药 我速赶来 是 快给她出灵力 是 不可能 我们他们最后 都有 我们在也 我们俩的地医师 都没法 九妖 你知道被丢下的感受 你不可以丢下我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会在紫禁顶 我们充满凤凰树 我才跟你搭一个 一模一样的秋千家 我们把这儿变成我们的家 你说的话要算数 你得陪着我 你得陪着我 什么都好过来 灵力管用 老桑 把所有灵力高强的示威 都叫过来 轮番输入灵力 是 一小 Queensborough 殿下 成荣小姐到了 殿下 有人藏闯陈荣山 怕是来之不善 我去会会他 来人灵力高强 竟能与陈荣山法阵抗衡 殿下没有必要冒险 留在殿中吧 此人来得这么凑巧 十有八九师和小妖的事情有关系 我岂能放过 保护好王静 是 你不让我检查清楚 我没办法判断 你不让我检查清楚 还好你让那么多灵力高强的人 不停地给他输灵力 为他争取了一线生气 要不然纵使我现在赶到 他也不可能了 需要多少时间 不知道 也许一两年 也许几十年 好吗 快没时间了 错过时机 即便是我也救不过的 只要你能好起来 不管什么法子 我都愿意试一试 带他走吧 江柳 如果你敢伤害他 我必铲平陈荣君 将你碎尸万断 我不伤害他 难道你就不想铲平陈荣君 不想将我肯成极端了吗 你倒是混账的有几分意思 怪不得小妖愿意与你结交我 把你最好的灵药都给我 秦璇 够了吗 不够我再派人去取 足够了 赶快人人都想要权势 连灵药都需要向他人求取的权势 如果我真有权势 我就不会束手无策地站在这儿 由着你为所欲为 你爷爷西岩王也不能驱策我 咱们还是来谈谈交易 各取所需吧 只要你能救小妖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记住你今日之言 乔乔 带她从密道出去 是 放心 我不会让王姬跟我这个藏头露尾的魔头相敌兵乱 损了她的声誉 我只救人 回来 走过山 走过山 我只要不会让王姬跟我这个藏头露尾的魔头相敌兵乱 过山 封了她的声誉 走过剧 走过伞 走不进背心 走过春 走过夏 走不出回忆 走不出回忆 心中有你 手盘无你 昨夜有你 明朝无你 雨中有你 水中无你 哭中有你 笑中无你 心中有你 白发无你 山下有你 云点无你 水中处有你 明朝无你 送向柳出去 是 无你 枝头望 有你 低头森林 无你 风雪来 有你 鲜花开 无你 炊烟缭绕 有你 星光璀璨 无你 星光璀璨 无你 星光璀璨 无你 水中处有你 身光璀璨 水中处有你 灵机是 无你 我等你回来 但是你要知道心疼我 别让我等太久 有你无你 万里红尘予处处处处处是你 有你无你 小耀 我已经帮你报了仇 一个凶手也没有放过 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可能会是让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 都功亏一篑 你若是醒着 肯定也会阻止我 但这件事情 我不想再深思多事了 如果真的要重新开始 那就要委屈你 继续陪着我受苦了 就先来 我会在这儿 有些小医生 你还不想要 我还不想要 你能够在那儿 我还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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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拿被子 佩服我这一生的流光 不乱不慌 不陪不伤 竟然红黄 没有你的目光 只剩下空荡 亲手握这一生的风霜 不争不强 不识不忘 静暮交扬 没有你的阳光 空气只留下热量 万物皆无光 只有你的眼明亮 随心去远方 看看太阳 满目皆悲伤 只有你的美上阳 等你对应 一晚夜光 来世些风雨 去世带走的四季 你不再再好的风景 天无礼 走过山 走过水 走不过生死 走过剧 走过伞 走不尽悲喜 走过春 走过夏 走不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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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有你 手盼无你 昨夜有你 明朝无你 雨中有你 水中无你 枯中有你 枭中无你 青丝有你 白发无你 山下有你 云点无你 水中中有你 云点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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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哥 云点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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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云点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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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点无你